好 今天又下了个早饭 他们有钱的都开车回去了 没钱的都起工的车 办公室的小妹子买了新车 新车都是红色的车牌 新手就是红色的车牌 一般都是白色的 进去采访一下他 Hello Nice 因为他跟我租一个小区 所以我们每天可以撑下他的车 我都有兴趣 看不太过这个车挺贵的 我查过这个车 要分算吧 7万块钱这样 他们这个车 7万 10万块钱 拍给他们 他们买新车都会 都会找那个僧人去 好 拍一下这个车的配置 这个车应该叫封范 然后这个车应该有蓝牙 都是有蓝牙的 我那个破车都没有蓝牙 拍一下这个配置 这个应该是什么 解油的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然后这个应该是调节后视镜的 长起来长得比较像 然后方圆盘 这个应该是个讯航 定数续航 就是音量加点 然后这个是空调区 自动挡 手刹 然后肯定是没有天窗的 因为写的轻浮 然后有个小尾翼 这个尾翼还挺漂亮 我觉得这个尾翼挺漂亮 有时候汽车的配置的高低 可以从农谷就看得出来 这个是185 55 16 16层的钢圈 16层的钢圈 钢圈还可以还蛮漂亮 然后这个好像是什么 无钥匙进入吧 还是的 其他的地方 请就随意看一下 货备箱 它那个 这个应该是4S点送的吧 里面有一些 什么奇蹟带啊 然后工具啊 还有什么 这是个灯吗 这个灯 哇还挺全的 应该挺全的 然后里面是一套那个 这个点火的 比如说电瓶没有电了 可以用这个线去 然后这个是一个 什么东西 我猜应该是一个 那个车车照的吧 我猜的 看看后面的配置吧 下面有一个冷圈 一个备胎 还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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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瓶 在这边 我们还是要 留在那边 没有 有这边 这里 四